欢迎回到2月13号的教练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正值青春年华 在他们的生活中 友情与爱情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美国生活学习的中国年轻人 面对美国的约会世界 有哪些体验和观察 今天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 如何改变了传统的约会方式 明天是情人节 我们就请几位青年朋友来谈谈这个话题 他们是世界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 冯兆英女士 美国之音记者 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 平章女士 美国之音记者 美国爱华大学毕业生 黄峰先生 好 欢迎你们几位来参加这个讨论 我想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不用谈你自己的个人经历 如果你觉得很尴尬的话 可以谈谈一些个人的观察就好了 好 我想黄峰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自信 在网络世界是一个很自信 很大胆的男生 你就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在美国约会和在中国约会 你觉得有些最根本的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那么首先是两国的约会方式不同 我想做一个类比 就是在中国和美国约会 跟在中国和美国上大学很像 在中国你参加高考 那么你会有一个成绩 这就像你在这个约会的市场里 你有一个价值 然后你会有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第四志愿 你首先会去挑选你的第一志愿 然后其他的志愿会先作为备胎 如果第一志愿也选择了你 那么很好 如果第一志愿不选择你 那么你再去找第二志愿 所以它是一个单进程的形式 但是在美国约会 就很像是申请美国的大学 你同时申请很多个大学 所以它是一个多进程的过程 你申请很多大学 然后有一些会拒绝你 有一些会说yes 会说我愿意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选择一次 从这些给你提供offer 这些对你说好的人 里面再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然后进入一段关系 所以首先这是第一个不同 那么第二个不同就是 美国的约会和中国相比 大家的标准和目的 有更多的多样性 比如说在美国约会 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 可能在中国不会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种族的身份 你的宗教的信仰 比如说很多基督教的人 他们可能会只会约会 其他基督教的人 然后有些穆斯林 可能也只愿意约会 其他的穆斯林 这些可能在中国 大多数人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然后同时在美国约会 大家的目的也不大一样 在中国好像大家说的要约会 很多时候是想找一个 未来的老公或者是老婆 配偶 对 但在美国有些人是想 很严肃地想找一个配偶 但也有些人就想 我现在年轻 我想多体验一下生活 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好 我想找个人一起共度一段时光 所以大家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为将来做一个打算 很多时候也就是 好像是人生得意 虚敬欢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然后也有一些人 而且除此之外 美国的还有一些多样性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 男女朋友关系都是这种一对一的 也有比如说 所谓的开放性 open relationship 吸头并进的那种 对 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 你别把所有内容都一下说 女生都没事 别说我听听赵英的看法 那么赵英 你的观察 我非常同意刚刚他说的 两国的恋爱观之中 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名分 比如说你在美国约会的话 你一开始先跟这个人约会几次 先是开放性的约会 就是同时你可以去跟别的人约会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变成排他性的约会 就我只跟你约会 那最后才会进展到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在中国好像一开始就要先定下那个名分 就是我们现在确认关系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我们再彼此更加深交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平常 我觉得他刚刚谈了很多很多说 是从一个男孩的视角来谈的 作为女孩 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中国约会 还是在美国约会 如果你知道你的男朋友 还同时跟很多人在约会 大家不管你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你大概都不会太高兴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非常同意两点 就是说其实你在美国约会的 你的那个期待会降低 在中国约会 因为你没有别的借口 都是同种族的人 我们语言上也没有障碍 没有文化的障碍 所以我们在头一两次约会的时候 谈得来可能就是对的人 谈不来就不是对的人 但是在美国你的期待会降低 你会想说第一次约会 好像不是很顺利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 比如说语言上有障碍 文化上有隔阂 我们或许还可以再试第二次 第三次 会不会越来越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 在美国约会你会更耐心一些 而且就是好像有一种 即使不成我 这算是一个抑郁文化的尝试吧 对对对 好像不是那么太严重的一个问题 不是太严重 对 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而已吧 我想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约会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就刚才你提到 种族因素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因素 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是在美国的种族和文化会成为一个因素 我想刘昭 黄峰先生 从你的视角来看 作为男生或者女生 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就说你的 比如说你的亚裔身份 或者你的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身份认同 对你来说 你觉得是一个优势还是烈势 我觉得这个亚裔的身份 在美国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是不一样的 对于女生来说 更多的是一个优势 因为有一个BuzzFeed这个网站 他们做过一个调查显示 就是亚裔女生是在美国各个族裔里面 最受欢迎的 他们在网上约会 受到的回复的回复率也是最高的 但是亚裔男生就正好相反 是属于所有的这个族裔里面 最不受欢迎的一种 所以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劣势 但总的来说 我个人认为 种族的因素并不是全部 因为还有很多时候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说你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 然后你的 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可能更重要 然后你聪不聪明 你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 你的家庭情况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 你这个人是不是是否有趣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种族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 因为在美国 种族往往和这种刻板印象 是挂钩的 所以当别人看到你是亚裔 可能会有一个印象 就认为你会有这些特点 但是如果你能打破 这个刻板印象的话 可能种族就不会是 那么重要的因素了 对 我非常同意 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优劣事 是由于刻板印象造成的 而且是只在约会的早期 会有影响 之后我觉得都是 个人的性格 还有他的其他一些方面 会影响这个约会的质量 那有的人会说美国人 有一些美国人 有Yellow Fever 就是更喜欢亚裔的女生 那我觉得他们也 把自己的刻板印象 强加于某一些的 亚裔女生 到两人就约会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互相都会发觉 对方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人 可能这个约会就这样结束了 那对于亚裔男生来说 他们面对的一个刻板印象是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在美国流行文化当中 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当中 很多的亚裔男性的形象 都是非常的猥琐的 就是书带子 而且有那种书带子 就是nerd 所谓那种nerd的印象 就是戴个眼镜 然后不是特别sexy 但是呢就是很nerdy 就是smart 但是不是那种street smart 所以我觉得在约会的早期 可能这个刻板印象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互相了解一段时间之后 但愿可以化解这个刻板印象 请教授有什么要说的 谈两点 就是分别针对他们两个的观点当中 就是刚才谈到那个yellow favor 我个人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词 因为我知道有些美国的男孩子 他特别喜欢约这个中国的女孩 或者是日本的女孩 但是他不是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他是觉得这个能约到一个日本 或者一个中国的女孩 是一个能在别的朋友面前炫耀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谈资 所以我经常有人 就是别的 比如说男性的朋友 提醒我说 这个人有yellow favor 我就会就是很 不想他 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一个说法 对 带有贬义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亚裔女性在美国约会的 一个困惑 那也就是说 其实亚裔的男和女孩 都面临各自的这种 外界的这种刻板印象 那么刘黄峰 你是怎么克服你这种刻板印象 你自己在约会世界 我知道你还是有 相当丰富的经验 谈谈你的这个经历 你觉得就是说 对你而言 你怎么打破这种种族 或者文化的这种差异 的这种繁力 我觉得打破这种种族 和文化的这种刻板印象 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而且有些人的这种刻板印象 是根深蒂固的 不是你很容易就能打破的 而且我们知道 在约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第一印象 其实就决定了这个人 是否会喜欢你 或者是不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 当你认识到在美国有这么多人 大家有不同的这个偏话的时候 你会认识到原来那些 对你不感兴趣的人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你去找你自己 对你也有兴趣 你对他也有兴趣的人就好了 对 不管有多大的事件 你只需要一个人 实际上就那么回事 对 我想谈谈这个网络 就是约会 对于传统约会方式的影响 尤其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这些种族国籍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网络上 是一个很明显的标签 我知道比如说在很多 那个网络的约会网站上 他就会问你 你的种族是什么 你的国籍或者是什么 类似这种 我就想问你 就是说网络世界 你乍一看 你觉得你有相当多的选择 几百号人都可能给你 发电邮来向你发出邀请 或者怎么样 你觉得这种多选择 网络世界 网络约会造成多选择 是一种假象 还是说真的 为大家这个约会世界 提供了更大更广阔的空间 赵云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 很便捷的认识 一个陌生人的渠道 那它的确为我们 制造了更多相遇的机会 但是它面临的一种危险 是家人过度简化了 因为我相信 有对网络这个社交 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 他会将你分类 他会将你标签化 那我的一位室友 他是一位美国女生 那他就有一个经验 是他上一个约会网站 叫做 当咖啡遇上 Bagel 那里面就会问他一些 过往经验的问题 他曾经在北京待了七年 所以他对亚洲的很多东西 很感兴趣 但是他把那些资料填完之后 他发现 那个网站给他匹配的人 全部都是亚裔的美国人 那他就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选择呢 那可能有时候过度的简化 是会造成一个机械化的结果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网站 因为我觉得他目的性太强 对 就是你上一个网站 你就是为了找男朋友 或找女朋友 当你目的性这么强的时候 你信息的真实度 其实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但我觉得相比这种社交网 这种专门用来约会的这种网站来说 比如说像Facebook Twitter 或者是中国的微信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真实度更广 因为他不是真 就是专注于去找对象上的这么一个网站 而是一个正常的分享信息的一个网站 所以其实他对于约会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比如说像Facebook 你可以往回追溯好多年这个人的过往 在网上的这个历史的足迹 所以你其实能够对这个人 有一个更综合的一个判断 这种你在这种网站上搜集到的信息的真实度 其实要高于比如说我们面对面一个约会 他说什么难道就可以相信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Facebook或者是微信这样的 了解一个人的程度会更深 而且信息会更真实 但是取决于那个人怎么经历他的社交网站 有些人把社交网站当作他的一个个人橱窗 他也不一定会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放在上面 他可能就展现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周围人士的年轻朋友 所有人都对这个网络网站或者网络约会 都是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他每个人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的话 你怎么打 你在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是这个叫做什么网络连接 通过网络来认识外面的世界 或接触外面的世界 你如果没有这个渠道 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圈 所以在这种情况还是很多人 哪怕是认识它的局限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用这个网络约会 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网上约会 是有很多人有批评 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 比如说像在华盛顿这样的地方 很多人的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而且当大家就是离开校园以后 你会发现社交圈其实是很小很小的 尤其是如果当你已经30岁以后 发现你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 有了孩子了 如果你想要认识其他人 那么除了去酒吧或者是去这些活动以外 其实通过网上加油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它能让你找到你平时你的生活圈里所接触不到的人 然后刚才平章女士有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 和这个网上约会这种的区别 公益性 对 其实在美国大家的做事的方式是 它的目的性其实非常强非常实用主义 那么我想要约会我就上约会网站 我想要社交我就上社交网站 所以很多人是在约会网站上先认识 然后大家互相有兴趣再交换社交网站的信息 再让你慢慢慢慢来了解 我去年做过什么 我平时都喜欢干什么事情这样的 说到这个社交网站 其实我比较同意平章刚才那个批评 就是说它的功利性实用性太强吧 有时候往往就是忽略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爱情渠道 往往是从大家这种交往 或者相互感到一种很微妙的吸引 然后还有一些羞涩的求偶的过程 或者深入了解等等 这个渐进的过程 就是这种传统的约会渠道 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交网站 我觉得或者是说约会网站 完全把这些渠道全部压缩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觉得整个的这个很多爱情 或者是恋爱这种微妙的美好的东西 或者羞涩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就大一切都大白于天下 就是赤裸裸有点赤裸裸的这种感觉 我想问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你就觉得现在这个传统 就是现在这个方式 其实也是挺好 快速高效的方式 我始终觉得网络社交网站 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一个相遇的机会 我觉得很多爱情的探索啊 或者朦胧的阶段 是两个人真正见面之后再展开的 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们出来是要约会 就抹杀了那个朦胧的美 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多空间 好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怎么认识 怎么遇到并不重要 不论是在地铁站 还是咖啡馆 还是图书馆 或者是马路上 或者是在网络上 最重要的是你找到那个对的人 那么网上约会能给你提供 就是说你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美国也有一种 一种哲学就是说 Dating is a numbers game 意思就是说 那么约会是一个数量的游戏 那么只有你的这个 这个见到的人足够多 你才能有更高的几率 找到那个对的人 可是我也听到说 你要亲500只青蛙 才能找到一个王子 哎 青蛙你得先亲很多个青蛙 所以我想这个 说到这个网络约会 我也有还有一个 我觉得观察就是想请大家点评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网络约会 虽然给你很多的这个选择 但是对你的心理承受力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说 你本来你跟一个人接触 你就是跟他接触 你被他接纳也好 你被他拒绝也好 也就是一个人而已 但是一旦你进入这个网络世界 天宽地阔 几百个几千个人 你都可以拒绝你 或者接纳你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你条件很好 你的外在条件很好 你可以自我膨胀 如果你条件不好 你会觉得你被万人踩在脚下 那种对你的心理承受力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听你平常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还是有差别 就是在网上被人拒绝了又怎样呢 因为你知道是一个符号 反正大家都是躲在这个电脑 大家都躲在电脑后面的 总比你当面被拒绝 我觉得还是要舒服一些的 我觉得心理承受能力反而会更高 因为你也是在海头的一个阶段 你可能接触的人也很多 那被一两个人拒绝 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 而且你们也真正没有见到面 我觉得可能不是被一两个人拒绝 我知道有一些 比如说手机应用程序或者等等 他就可以一天就有几百个人 就来看你的资料 然后就可以拒绝你 或者马上去接纳你 所以这些数量还真的是蛮大的 刘昭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不同的网站 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约会网站 是那种你做一个用户 你可以给所有的不同的用户发信息的 这种的话 其实对于男性的压力特别大 因为很多男性往往要发 一百或者两百消息出去 才能收到那么几个回复 但女性更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朋友刚刚注册了OKCupid 大概在一天内就收到两百封信息 所以他也要看很多信息 那么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说 肯定有很多人都是复制粘贴 他们的信息发给很多人 所以这些信息的质量就越来越低了 然后这些女生 比较受欢迎的女生 也得在两百个里面 筛选那么几个有效的 比较有趣的信息 这一方面 但是这个约会的网站和约会的应用 也在演变 比如说最近新出来的像Tinder 包括刚才说到的Coffee meets Bagel 这些网站上面 你并不能和对方直接发消息 你必须是 你先要看对方的这个个人资料 如果你喜欢对方 你可以往右边滑 然后对方如果也喜欢你 也往右边滑 你们两人都喜欢了 你们才能开始发信 所以这种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但这种造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压力 就是说你每天会不停地往右滑 不停地往右滑往左滑 就是说他会让你上瘾 因为突然能看到周围所有的 在这个网站上的人 年轻的都在不停地往左滑往右滑 对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刚才这个Coffee meets Bagel 是说他每天会给你推荐一个人 所以你每天24小时只能看这一个人 你要是滑完了 直接没有了 你这样要等到明天 这样的话 他就会多给你一点时间来思考 到底是要往左滑还是往右滑 看来防风确实对 非常有经验 这个网络约会的这个消息 你真是掌握得非常新 对 我之前有在加州做过一个 关于网络约会的一个报道 对 我知道你在美国今天做过一个报道 就是叫做两颗红豆 是吗 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华人的约会的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华人约会的这个网站 和其他的比如说族群 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或者是什么样的特点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根据族裔 或者是根据宗在信仰的约会网站 比如说Jew Date 就是专门给犹太人的 也有Black People Meet 就是黑人和其他黑人的 也有Christian Dating 就是专门给基督教 那么这个两颗红豆是专门针对华人的 但事实上这个网站上 只有70%的是 就是身在美国以外海外的华人 也有28%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美国人 或者是亚裔美国人 然后另外还有2%是其他族裔喜欢华裔的 亚裔或者华裔 对 大多数是男性 喜欢亚裔 喜欢华裔女性的美国人 然后这个网站上 据这个网站的成员介绍 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严肃 大家想要找一个就是长远的 能够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伴侣 所以这种 这个也是这个网站的定位 就是跟其他的网站不太一样 不是那种随意性的约会等等 然后同时好像现在在美国 大概每六个单身的华人里面 就有一个在使用网站约会 那么这个比例也是在慢慢慢慢的升高 所以说它正在 这个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被 这个华裔年轻人接手 当然在美国年轻人里面 几乎我在华盛顿的所有的美国 年轻的单身朋友 几乎大家都用过网站约会 对 我认识我自己做了一个 就是非常随机的朋友中间单身的 不管是二十岁 十几岁 还是就是五六十岁的 如果是单身的 他们都是用这个网站约会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好 我想再从大家男性女性的这个角度 不同的差异来谈单 赵英 我们知道就是 刚才提到一些亚裔的刻板的印象 那么黄峰提到 就是说亚裔的女孩子似乎比较受欢迎 那么亚裔男孩子的相对受欢迎程度 不是那么高 那么我问了一些 比如说中国的朋友 我就说你觉得这个男性女性差异 是为什么 他们觉得有个原因之一 就是说女性把比较容易 就是放开过去的包袱 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 来应对这个新的 比如说约会文化 或者约会的价值观 但是中国的男孩子呢 往往就是稍微包袱要重一点 就是他们这个文化的包袱要重一点 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或者观察 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中文的印象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中国社会 传统以来有一种男尊女卑的一个概念 那不排除有一些中国的男孩子 还是想把这个概念强加于一些美国的女孩子 那可能就会遭到不好的反应 是吗 对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没有观察到我身边很多男性的中国朋友 觉得放不下包袱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倒有点吃惊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孩子 好像男追女卑的观点应该比较大不吧 刘章你有这个观念吗 你要有这个观念 我们要好好批判你 我个人感觉就是据我了解 好像很多大多数的华人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还是更加就是偏向找另外一个华人 作为伴侣或者作为男女朋友 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中国的男性对美国或者欧洲对外国姑娘有兴趣的 对 但是有兴趣的人很多 但是有行动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跟这个自信心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的跨族婚姻里面 亚裔女性跟其他族裔的男性的这个婚姻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亚裔的男性和其他族裔的女性这个婚姻非常少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亚裔的男性好像宁愿更宁愿找亚裔或者是华裔的女孩子 为什么有这种心态 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是 可能更多的是这些亚裔的女性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更有机会 或者更有这种可能性 但首先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其实在美国的亚裔男性找其他族裔的女性的并不少 只是相对于亚裔女性来说比较少 在美国的亚裔 亚裔作为一个族群 它的这个跨族婚姻的比例是所有族裔里应该是最高的 亚裔男性大概是18%左右 女性可能到45%以上 但是如果是对华人 就是说海外出生的这种非亚裔美国人的 这种华人男性来说 可能他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比如说语言 比如说他的身份 他的经济地位 就一般在男女这样的异性恋的这样的关系里面 往往男性是需要 会是大家的这个期望是男性 可能在各方面要比女性稍微稍微要强 有一些优势 对 那么亚裔男性作为一个外国外来的族裔 本身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阶层里面 就是属于一个做一个外来的移民 就是属于这个社会阶层比较偏底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如果想要往这个上面爬的话 他必须要有更多的经济能力 或者有更多其他的 其他方面的优势 对 才能提升他这个个人的魅力 我很同意刚才那个黄峰的观点 就是说中国女孩或者亚裔女性在这边 好像这个成功的经验会更多 找一个外族男性成功经验更多 或者说更愿意 这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历史包袱 不历史包袱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男性在一场约会 或者是一个恋爱过程当中 一般都是要扮演这个主导的角色 他是一个逐烈的这个一个角色 对吧 所以其实他承担的压力是更大的 他要去设计这个约会 然后他要去主动地追求女孩子 所以他其实面临着这种现实的困难 和心理的障碍都更大 那中国女孩有什么呢 就是你喜欢我你就来追我好了 我来参加这个 挺容易的 对 我们第一次约会 这个比如说不顺利什么之类的 这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是你追我的对吧 你担心的问题 所以就觉得说我们的就是说 压力要比这个男性小很多 今天的这个网络约会 我觉得男生女生 应该说是基督会平等 还是由男性主导嘛 我倒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变化 我觉得这种主导 比如说我们今天约会出去 这个吃什么 我们玩什么 设计什么项目 我觉得很多都还是要男孩子 操这个心吧 对吧 王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好像女生 很多主动在往 至少在网络约会这个世界里面 主动的也非常 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吧 但是尽管美国有这个 女权主义运动 但是很多女孩 就即便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还是可能会 希望这个男性能够 叫take the lead 就是说男性能够来主导 就是这个对于女性来说 好像有一种吸引力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知道有一些 很多很传统的人说 现在这个网络世界 让这个 怎么说 约会世界变成这个人肉市场 就是说大家 刚才赵英也提到 就是外表性的东西 变得特别重要 这是不是你的体会 赵英最后30秒钟时间 20秒吧 的确像刚刚提到Tinder 你可以往左滑往右滑 你只是看那个人的 一张照片而已 我觉得有时候 把那个人 只是定位在那个照片 太过偏颇了 对 好 对不起 彭峰 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 有很多看法 但是时间不够了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 就进行到这儿 有关这个网络约会 那么我在此 我要感谢今天参加 焦点对话的 四位青年朋友 冯兆英 叶丽奇 王峰和平章和他们 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的经验和经历 当然了 我们也欢迎您 直接到美国之星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